Hello 大家好 我是莎莎 没想到上一个视频可以和那么多小伙伴产生的共鸣 可能这就是成人的世界 女人做了人家的老婆做了孩子的妈 真的是很容易迷失自我 看着孩子和老公每一天都在进步 每一天都在成长 而自己还在原地踏步 无论是社交 工作 样貌 好像每天都在推步 我知道男人也是一样的压力 要工房 要养妻无疑 做着自己不喜欢做的事 就这样慢慢的大家都变得很麻木了 做什么都不起见 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这两年我发现我自己真的和行尸走肉是没什么区别 特别是我过年回来的时候 体重差不多重了10斤 相信大家也有看到说我胖了 然后说我有点肿 真的恨不得把美颜开到最大 当时看到自己真的是越来越没有自信 视频一点敏感都没有 然后公众上面 更别说约朋友出去玩乐 身体状况也是越来越差 我上一段视频也有提到 在我7月份的时候 我就在想我一定要好好好好的对症下药 然后就开医生 管住嘴 还有做我一直非常想做的近视矫正 我在7年前我就打算做的 一直拖到现在 但我觉得我做的最对的就是发了那个视频 在视频里面把自己压抑已久的问题说出来 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所以我非常欢迎你们给我留言 或者和我聊一下我们一起去进步一起去面对 前两天呢我就和我老婆说 我在香港这么久没有做过一次摩天论 准备好了吗 我戒不掉你 想戒不了不许 各位 我在你床旁边 她也是知道我的问题所在的 所以呢她非常的重视 带我吃啊喝啊 所以陪你作战的这个战友是非常的重要的 无论是朋友啊还是家人还是你的爱人 我知道在这一片刻的轻松呢可能不是非常的持久 但起码自己踏出第一步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 通过时间让自己静下来想一下自己有什么事情是非常想去做的 但一直没有去做 例如剪个短发 又或者自己一个人的自驾游 哪怕是一天也好 要是可以的话 列个清单 还有一点就是自己 就像最近香港发出来的消费券 上一次呢我就是想着拿来交水电煤啊 或者再给孩子买些奶粉啊 就把两千块给花了 然后这一次有三千块钱 其实那孩子呢没有缺什么 反正我就是觉得自己想给他什么 这次我不拿来交水电煤了 我是好好好好的给自己一些想任性 我知道说的容易做的难 但我们起码知道自己心里面说的 到底怎么能够 早过时间把你的小酒酒拌出来吧